新約州長庫默週一早間公布 紐約州共確診2萬875例 死亡157人 兩個數字均超過全美各州 其中紐約市Paul1超過韓國全國 達到1萬2305例 目前紐約州住院率為13% 共2635人接受住院治療 其中24%在加護病房 有621位中症患者需要呼吸機救治 庫默表示 紐約州的病毒檢測全美領先 目前每天檢測16000多個 未來重點將放在預防醫院超負荷 繼續擴大醫院容量 包括增設病床 增加醫護人員以及醫療設施 目前聯邦向紐約州運送大量醫療設備及物資 但庫默仍繼續呼籲聯邦頒布國防生產法 表示不能只靠企業自願援助生產緊急醫療用品 呼籲聯邦調派企業生產關鍵醫療物資 也能杜絕各州之間出現競價情況 庫默也提到 為各地提供的醫療用品情況 其中紐約市將收到169,880個N95口罩 176,750幅手套等關鍵物資 另外庫默表示 還將有更多人確診 庫默也告及人們 不要低估疫情帶來的情感傷害和孤獨感 庫默還敦促FDA批准一項血液檢測 該檢測可以確定人體內是否出現中共病毒抗體 另外庫默感謝了川普總統的決策 川普週日宣布 命令陸軍工兵署在紐約州 建立4個臨時醫療站 各1,000張病床 庫默週一下午 視察了其中之一的紐約市蔣維茨會展中心 預計臨時醫療點將在一週左右部署完畢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